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禅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61年3月4日公布 这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禅寺的山门 这里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识牌 落款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这是最早的标识牌 南禅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创建年代不祥 始建于唐德宗建宗三年 公元782年 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寺庙坐北朝南 占地面积3078平方米 寺内主要建筑由山门 东西配垫 以及大殿 组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 大殿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 唐代木结构建筑 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寺中的唐代雕塑 记忆精湛 堪称唐代雕塑艺术的珍品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检票口 进来 这里有一个南禅寺的全景图 这两边是工作人员住的房间 现在南禅寺 没有和尚或者尼姑 这里现在属于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全部是文物保护所的工作人员 中国国宝 唐代的南禅寺大殿 山门的正门 现在不开 我们检票口进来以后 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个宋子娘娘像 这是在左边 右边 右边 是弥勒佛 大肚弥勒 笑口常开 南禅寺的东佩殿 山门 西佩殿 西佩殿 都是明清的建筑 传统的中国建筑 营造手法 毛笔 毛笔建筑 梁上还有绘画 可惜年代久远 已经看不到 原本的图案和颜色了 原本的图案和颜色了 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木结构建筑 店内有精美的唐代彩树 店内不能拍照 我们就在门口看一下 唐代的 完整的木结构建筑 亚洲 历史 最久的木结构建筑 我去过日本的唐昭提寺 唐昭提寺 始建的年代 也是中国的唐朝 不过是建筑法师 去世以后建造的 所以它的历史啊 比这个碗 南禅寺大殿 体现了 圣堂和中堂时 唐代建筑风格 围着避着南禅寺大殿 走一圈 围着南天寺大殿 围着南天寺大殿 走一圈 如果中国的建筑有国宝的话 从时间史上来讲 南传四大殿可以列为中国的国宝第一号 清乾隆年间 重修的悲客体积 清嘉庆年间 重修南传四悲客 明万历十二年 重修南传四的悲客积年 清嘉庆十五年 重修南传四悲客积年 南传四大殿 又称大佛殿 是我国唐代建筑的代表作 被誉为世间溃宝 面阔三间 丹延歇山顶 佛坛之下有砖雕精美图案 殿内现有塑像十四尊 佛坛上正中雕塑释迦牟尼佛 左侧为奇师文殊菩萨 右侧为奇相普贤菩萨 佛坛前两侧素护法金刚 雕塑历史悠久 记忆精湛 是唐代雕塑的艺术真品 为了保护人物 里面不能拍照 我们就想象一下吧 我刚才进去看了一下啊 雕塑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精美 山门 山门 山丹此 山门 山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